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作为今年选秀大会最富裕的球队之一 马刺拥有三个首轮签 分别是9号、20号和25号 还拥有一个二轮38顺位的选秀权 所以和胡人队苦于没有选秀权 邀请那些冲击第二轮的新秀参加视讯不同 马刺队所邀请的新秀 大多天赋和潜力俱佳 马刺队今年的目标 看起来还是以封线上的天赋怪为主 其中来自于LSU的球员Terry Eason 体测穿鞋身高18寸203公分 臂展72寸 拥有本届第一大手 掌宽数据冠决 包含中锋位置在内的所有新秀 同时他的动态天赋也在水准之上 Terry Eason上赛季场均可以为球队砍下 16.9分 6.6篮板 1助攻 1.1封盖 1.9抢断 防守强悍 但自主进攻能力比较粗糙 乍看之下 很像刚进联盟时期的莱纳德 球队试讯之前 外界传言 如果Eason的表现能达到90分以上 马刺队很有可能会动用9号签选择他 除了Terry Eason之外 今年联合视讯同样爆调的臂展怪 陈林威廉姆斯也于昨天视讯了马刺 他穿鞋身高6.6寸198公分 臂展居然超过72寸 防守和进攻潜质俱佳 上赛季场均可以为圣塔克拉拉大学 贡献18分 4.4篮板 4.2助攻 投篮命中率有51.3 3分球命中率则有39.6% 带领小赛区球队打出了7成以上胜率 马刺队的20号签 如果能选到直连威廉姆斯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马刺试讯的其余几个封线体能怪 还包括 来自于贝勒大学的防守达人 Jerémy Sohan和Kando Brown 来自于纪联盟点燃队的马将B-Champ 这三位球员的行情大多为10-25顺位左右 马刺的20号和25号签会为他们做好准备 不仅如此 马刺为自己第二轮出的签位也招好了目标 来自于杜克大学的大四前锋 湾豆猫Jr 身材和技术完成度兼备 是个不错的极战力 而来自于密尔沃基大学的Patrick Baldwin Jr 则有可能是个简陋 至于其他位置 哪怕马刺队后卫线天赋满满 去年12岁位选中的焦翠雅培某 还在等着被培养 但他们还是视讯了几位后场球员 其中 觉醒哥将近Davidson行情最好 他有很大几率冲进前十 这位上赛季 场均可以砍下19.7分 8.2篮板2.1助攻1.2抢断的球员 被美国媒体认为 在进攻端神似David Booker 而防守端有自Linsax的影子 甚至长得都很像 同时觉醒哥作为后卫 对抓篮板球很有一套 如果他前八顺位都没有被挑走 那么马刺队也许会考虑 动用手上的九号签去选择他 不仅如此 对国际球员情有独钟的马刺 还视讯了来自于意大利的射手 Gabri Ali Procida 而本届最好的纯空位之一的 Teta Washington被马刺邀请 则让人有点意外 兄弟们这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